外婆 外婆 你说的那个她是谁呀 那个她是个坏蛋 眼睛长得特别小 而且跟老鼠一样 我特别难看 那她会欺负我们吗 有可能 不过家家放心 妈妈和外婆都会保护家家的 我不怕 如果坏蛋敢欺负我们的话 我就用球砸她 你用球砸她呀 那好 那我教你啊 你要瞄准那个坏蛋的眼睛 小眼睛 这样砸你知道吗 你是 瞄准小眼睛 我们合同里的条件 你还满意吗 条件好说 但时间得着急一下 是的 时间一定会抓紧的 因为我们的酒店也要赶着出宣传厕 向陈老师 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呢 是童话之旅 希望您能够把我们的酒店拍出很梦幻的感觉 成为每一个女人梦想的酒店 还有 我们想结合婚礼的元素 希望我们的酒店能够成为旅行婚礼居住的不二选择 好 对了 你刚才说那个同化元素要后期才能交上去 你现在能不能带我去课办看一下 好啊 可以 这边请 嗯 有点事让你去吧 另外 我还希望能给我们酒店的优秀员工和领导层拍摄一组训传照 嗯 这个大概需要半天时间吧 没关系啊 就着你的时间来 好 只是董事长那边要提前预约一下 那我安排好时间之后 再提前联系你吧 行 那这次谢谢你了 不要再迟到了 还有我希望 下次你出场的时候 稍微正常一点 合作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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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这次真的很重视你 点名邀请你来拍摄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很可能在这都待不下去了 那我压力真的好大呀 真的很谢谢你 走吧 我送送你 好 谢谢 你来啦 佳佳 要吃什么自己选啊 那你跟叔叔说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佳佳 真乖 还带着个女孩 做那么好的究竟 照样那个混蛋 这日子还越过越好呢 照片 照片 感觉挺重要的 好像出了什么岔子的话 那林叔工作的网络 我知道 我来好好想想办法 我现在不想和林叔撕破蕾 万一他闹起来以后 跟我收场 其实啊 林叔倒没什么 心软 但是他那妈 防你点 是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那我先走了啊 走 原来你在酒店工作 是 为什么要辞职呢 想换个行业 到我们公司工作 跟你酒店的行业 完全不一样呢 会很吃力的 我知道 但我会加倍努力去弥补的 别的呢 都符合条件 可惜 年龄有点偏大 上回跟你说那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什么事 离开阳光的事 我上次就说过了 我不会离开阳光的 我知道你找工作去了 没找着是吧 没找着是吧 这是我朋友开的公司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你过去上班 工资跟这边一样 张阳 我怎么早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 你抓紧时间跟我朋友联系一下吧 去那边上班 这样对我们都好 行吗 喂 喂 蓝星啊 上班呢 给你打电话随时都有时间 我下班 下班以后去接你吧 好 好 你以前也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李叔 以前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是啊 都过去吧 张经理 张经理 谢谢你的好意 在哪儿工作 我想自己决定 得到 是啊 多少 人 就放下 有啊 有 有 姐 张经理又找你了 我发现你魅力挺大呀 人家可是驸马爷 天天围着你打转 工作上的事 他怎么好好合作 他怎么不找我好好谈他呀 我也想跟他好好合作 你啊 等你当上经理那天再说吧 仗势欺人 当经理了不起了 怎么帅哥都让你给占了呢 先是那个相辰哥 然后又是咱们的驸马爷 说完了吗 说完了赶紧工作了 好 反正帅哥都被你给占了 来 张经理好 你好 我发现你最近工作状态挺好的呀 那都是应该的 还有你们部门 林书 林经理 工作都挺认真的 他就是个工作狂 不像我们还懂得点劳逸结合 那他在家也这么工作 你去过他家吗 去过呀 他在家也是这个样子 家里都是什么企划案啊 图片啊乱七八糟的 是这样啊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我跟邓总申请了一点福利 想寄到每个员工的家里 你看看你把你部门所有员工的家庭地址啊 给我发到邮箱里好不好 好好好啊 那我可不可以知道这个福利是什么 暂时保密 你不要让他给我发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发 谢谢张经理 张经理再见 再见 真不知道这白水人家甜味儿的啊 原来喝现磨咖啡的时候 还挑三解四 好喝不好喝的 现在喝白水不也挺好的吗 你还能砸出甜味儿来 人就是给惯的 来啦 来啦 谁啊 王先生 王先生 你有事打个电话来就好了 不用亲自来的 黎晴啊 我有事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你看 你在我这儿住了好几年了 这个房租一直没有太动过 是没动过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这房租是不是动一下 动一下 不是 年前刚涨过吗 而且您看 这房子我们保护得可好了 这收拾得特别干净啊 是啊 你们保护得很好 现在房子都在涨啊 我这个价格真的很便宜了 我想一个月涨一千 希望你们付一年的房租 涨一千一个月 还要付一年的 不行的话 你们只好搬家喽 搬家 可是附近没有房子可以租了呀 是啊 这种学区房 现在价格很高 要不我也不好涨家的 跟我女儿商量一下 再给你们答复好吧 好好好 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好吧 我们先坐好吗 好 再见啊 好好好 惨了惨了 再加上幼儿园要钱 每周偷袭一次要钱 这现在房租 每隔月涨一千块钱 一次性交一年呢 哪来那么多钱啊 我找灵叔去 来 这儿呢 这儿呢 怎么呀 我都跟他说了 他一搬走 我就把房子租给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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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好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张杨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哪儿要你管吗 要不咱们出去说吧 以后别叫我妈啊 怎么 为什么要出去说啊 你怕我街露你真面目啊 不是 这是酒店大堂 咱们有事出去 为什么出去说 我就是在这儿说怎么了 出去说 王辉 这是谁啊 你好 你 你是不是看不上我 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没有 我街露有点忙 你到底是不是昏拖呀 没有 真的 街露有点忙 妈 走 王辉 王辉 您好 她叫王辉是吧 对对对 你们是哪个婚姻介绍所认识的 你怎么这么巧啊 妈 我现在跟张杨是同事 我们俩在一起工作 你现在跑来跟张杨呢 整个酒店的人都会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搞不好我们俩都会被开除的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苦命啊 张杨天天过得那么滋润 你呢 自己带着一个生病的孩子 就跟车骨路似的 每天就知道挣钱啊 看病啊 交房租啊 挣钱啊 看病啊 妈 别说了 李叔啊 今天房东来了 说要涨房租 涨房租 而且要一次把一年的都交亲 一年啊 怎么办 一次交一年的 怎么办 要不然我也不会来这儿找你嘛 不行的话 咱们搬家吧 不能搬家 佳佳刚上幼儿园 刚跟小朋友们适应了 要不 你 我也出去挣点钱 你挣钱 再去当婚托 行了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你哪有什么办法想出来啊 你别管了 反正你答应我 不许再去当那个婚托了 好吗 可不可以 好了 我得回去上班了 以后你记住啊 没事别到酒店来 更别带着佳佳来 知道吗 我怕长阳看见 回去吧 路上小心点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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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下车 小冬 你先下车 车我用一下 我有点事情 你自己回去啊 您注意安全 好好好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 让房东催房租进了 你得盯紧点 你这边 得干净让林叔离开酒店 这会儿吃的 今天我在那个酒店碰见李晴了 他去干吗 要跟我翻老账啊 李晴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得想不想把他治住 他现在化名叫王慧 在一家婚姻介绍所 当婚托 你查查 行 我给你在银行开了个账户 回头我就把钱给你打到卡里 为什么 你 你哪儿交手 你生日 老同学信 老同学信 哪有生日都信 来来来 我信你 我信 赶紧把事盯死了 我知道 那我走了 来 来来来 来 你现在老是要亏的 你每次都好像不太满 是为什么要过来 你 你是 我是邓明觉 你不认识我了 明觉 你想念哪里的学校 北京啊 跟我一起去吧 听说北京冬天那边 会下很大很大的学 到时候 我会对一个跟你长得 一模一样的学人 北京的学校 我考不上了 那我留下来陪你 那个 我胖了 都这么多年了 开车来的 喂 那是我的车 什么 为什么 明觉 你冷静一点 我父母坚决反对 他们想要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没钱 没钱以后我可以挣 我们可以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你怎么样 好不好 还好了 喂 雨晴 雨晴 我落铺了来取笑我的吗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 你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我不需要任何的帮助 邓明觉 看在我们是 曾经恋人一场的份上 请你给我留点自尊 雨晴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邓明觉 你看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不过我过得很好 我不需要任何的帮助 我谢谢你的好意 以后 也麻烦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雨晴 谢这个房东也真是的 一个比一个黑心 这合同上写得好好的 白纸黑字 他怎么说涨就涨了 那也没办法 谁让这房是别人的呢 我说啊 你就应该自己买一套房子 你老是寄云篱下 那也不是个事啊 自己买房 我倒是想啊 哪有那个钱啊 不像是你 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解决了 佳佳看病还需要很多的花费呢 佳佳这病能更治吗 医生说了 只要是坚持治疗 可以更治的 可是你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 筹钱呗 要是钱不够 少不了向你张口 我反正就这么点钱 你要是要的话 你就都拿去好了 谢谢了 赶紧工作吧 待会儿向春要来 要是再出什么岔子 又得向你道歉了 上哪儿去了 向晨 你干嘛呢 翻得到处都是呢 我找一个以前的笔记本 我拍东西需要资料 你好好找找那个抽屉 你的东西啊 我都放抽屉里 哦 你这戒指 你这戒指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谢谢 戒指啊戒指 都五年了 还没找到你主人呢 怎么是早上呢 布什的减资计划 1.6万亿 规模不小 包括削减客人手段税 取消遗产税 降低婚姻惩罚税等等 基本上是针对客人收入 这样一来 对复员顿有力 对于这一点 布什先生不想知 杨妮啊 喂 李晴 你出门了吗 我今天不太舒服 不想出门了 那可怎么办呀 人家点名要见你的 这个人一看就是大老板 就看上你了 那好吧 那你替我约着吧 换件衣服就出来了 好 那我等你啊 像诚哥 你也来酒店啊 我跟爸爸约好了一块吃饭 对了 听说你要帮我们酒店拍摄宣传厕啊 这你也听说吧 是啊 那我以后要找向诚哥的话 就干脆来酒店好了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尽管说 你别忘了 我可是海归啊 知道了啊 我们家小蓝芯是小海归 你可别小看我 我在美国设计的婚纱 还参加过婚纱博览会呢 那我想帮你们想想创意 步步景什么的 还是绰绰有余的吧 这么厉害的 我看你是一天到晚太闲了吧 我是好心帮你 那我回头跟爸爸说一下 跟你们一起工作 好嘞 那就先谢谢了 是不是真的 那可不 我的消息还能有假呀 那挺好的呀 正好可以跟董事长的女儿 搞好搞好关系 得了 姐 聊什么呢 我听向陈老师说 邓总的女儿要来跟咱一起工作了 是吗 好事啊 有人帮忙了 好好干 我可不觉得是好事 为什么 向陈老师 林经理 怎么感觉心事重重的呢 没事吧 没事 可能是没休息好 有点累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喝杯咖啡 我请你 怎么样 喝咖啡 有点睡觉给你谈一下 是私事 我就是喜欢你的气质 像你这么好气质的女人啊 让我用什么话我都愿意 谢谢啊 既然咱俩这么有缘 这个呢 是我给你准备的镜面礼 这是什么呀 一点小意思 表示我的传意 不好意思 人有三级 我方便一下 我先来 我如果是你 没事 你不能 我看你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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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 你不可以 她点火 我 你不可以 我 你不可以 我 怎么了 看不上了 不是 不是 那个 我第一次见面 我不能拿你这个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是真的喜欢你的 我呢 是个出人 不会表达 这个呢 表示我的一份诚意 如果要看得起我的话 那你就留着用 这对我来说不是个事 拿着吧 一点小意思 给你 谢谢 在我们酒店 本来应该有请你喝的 下次你再请我吧 这次我一定要请你 为什么 说起来啊 咱俩特别有缘 我给你看一张东西啊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什么东西啊 稍等一下 照片上的人是你吧 你 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五年前啊 咱们在街上撞过 你把这个戒指给弄丢了 我本来想还给你的 结果你坐上出租车又走了 我再次去那个地方找你 你又坐上车又走了 我只能拍了张照片 后来呢 我去了欧洲 这事就耽搁下来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戒指的主人全是林经理啊 你留着吧 我没用了 你 不好意思 我 我不是手道是 跟你没关系 但我还得感谢你 谢谢 谢谢 湘晨哥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林 林经理 林经理 安心 我现在有事 回去再跟你说 林经理 这谁啊 这是我姑姑朋友的儿子 也是负责我们这次酒店的 群团照拍摄 回头有机会 给你做正式的介绍吧 走 来 来 妈 没事 回来了 嗯 晓晓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啊 佳佳 佳佳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佳佳 哪儿不舒服啊 佳佳 妈妈喊你呢 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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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妈抱啊 妈 妈 快点 佳佳又病了 去医院 去医院 快快快快 我拿帮我 我拿钱啊 去医院去吧 来 来 你看看 怎么样 清楚吗 医生 医生 什么情况 孩子现在肾脏退化得很厉害 你们家长要记住了 一定要保证每周一次的透析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 是的 你们去交费吧 谢谢 好 大叔 医生 再怎么说点 医生说 没什么大问题 只要坚持做透析 佳佳的病一定能好起来 妈妈不要难过 佳佳不怕打针 妈妈不难过 我们佳佳最勇敢了 爸爸会从国外回来看我吗 会的 等爸爸忙完国外的事情 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妈 我去交费 喂 黎叔 这钱你拿去吗 你哪来的钱 这家 那个医生说你要多喝点水啊 爸爸给你打水去 妈 妈 这钱到底哪来的 钱啊 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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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个工作都没有 谁会借给你钱的 是 你是不是又去当婚托了 你又骗人家钱了 都还个人家不就可以了 还真是你骗来的钱 不是骗的 是他给我的 再说了 新的家家投席要钱 交房租也要钱 我们有钱吗 你还有钱吗 你以为我愿意陪他们吃饭 那些肥偷有耳的丑男人 陪他们吃饭聊天 你还真以为你妈我愿意呢 妈 只要我们把钱还上 一切都会过去的 没事呢 你去看着佳佳 我去拍摄 外景拍摄是要提前确定场地 我帮你选了几个地方 你可以深包上去 林经理 你今天是怎么了呀 老是心不在焉呢 没什么 可能是家里的事情太多了 那你要注意身体啊 公司是老板的 身体可是你自己 向诚哥 来 蓝欣 向诚哥 这位是我老公张阳 张阳 这位就是向诚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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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欣总是提醒你 我也是久养大名 张经理 对了 你们应该认识 林书林经理 原来你就是林书啊 我听家人提起过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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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欣 你不介意我和同事握个手吧 你随意啊 林经理 你好 不给面子 我这个人挺记仇的 你要不给我面子的话 以后工作上千万别给我找麻烦 不然 张阳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人家林经理是老员工了 以后一个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就好 是 只要林经理不给我找麻烦 我肯定不会给他找麻烦 是吧 林经理 张阳 开玩笑的 别介意啊 别介意 张经理 太有默了 吓回一跳 开玩笑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工作 你们先走吧 好好 再见啊 再见 你觉得这个林经理怎么样 挺好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你看他长得挺漂亮的 工作能力也不错 就是没有再婚 估计是以前那个混蛋 让他不再相信男人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回头 要是你有靠谱的朋友 倒是可以给他介绍一下啊 我留意 挺配的 什么 我说蓝星跟张阳灵挺般配的 是挺配的 郎才女貌 你怎么不谈恋爱呢 我 你没有男朋友吗 喂 你好 我是林书 林小姐 你好 你的简历经过审核 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 对不起 有需要再联系你 再见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 找不到新的工作 我是不会离开的 姐 你听说了吗 我们又要涨工资了 而且奖金还要上强百分之十呢 真的是太好了 太高兴了 是吗 姐 刘欣你也在呢 你们知道吗 我们要涨工资了 我都跟姐说过了 我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 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的人呢 没想到又被你给抢先了 那是 我们老板真的是太好了 又有魄力又大方 遇到这么好的大老板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要加油干啊 好了 别说了 开会了 走吧 妈 这些是佳佳的住院费 那些钱赶紧还给人家 可现在这是家里缺钱的时候 再缺钱也不能出去骗呢 我说了我没骗 那佳佳的病和房租怎么办 这些你就管管了 我来想办法 赶紧把那些钱还了啊 要不我不放心 喂 杨妮啊 嗯 我有事找你 对 你在哪儿呢 哎 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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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